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章比赛马贴士的时间 今次我精选了第五场三巴千二的赛事 今季有一只马他表现不错 他都赢过 但之前三次他都跑过紧的轻四 这次他强配潘顿 我觉得他有机会在季内得到第二回合 立即和大家去片看他怎样赢 和大家看看这只逆史奇巴 他怎样在季初赢过千二的赛事 看到十二号四档出集的那只逆史奇巴 黄黄色的衣服 黑色的那只逆史奇巴 一出集的时候 其实现在他在第四位 都是跟得挺好的位置 前面看到二号十字那只就是回长之星 十三号放头 和他差不多青色的那只 就是加州一宝 加州一宝放头 拍着旁边二号的会长之星 一路两只马放头 很轻松 看到这只逆史奇巴在后面 咬住加州一宝的屁股 慢慢跟着跟着 梁家俊都骑得非常轻微淡 见到逆史奇巴的走势入到直路 有点不规矩 但是梁家俊就可以修正 马 刚才片座片右 现在修正了之后 拉一条姜城 再打两边 跟着马推骑之下 他就已经有反应了 最后这100的时候就过了会长之星 短兵相接之下 被他在贵初赢了这场赛事 其实表现你也看到了 对着会长之星 美好世界 健康第一等等 这些马他都可以拿到头马 其实证明到他都有一定的实力 今次这只逆史奇巴 虽然档是差一点 都十一档 但是正如我两位拍档经常都说 勇天鹏的马 找到潘顿一定是拨马 所以就算他十一档 我觉得也不怕 可以找到顿哥做胆 大家也要稳定 三只马 其中一只脚 我会选择了一只侧身的年年欢呼 年年欢呼 大家可以看他试过货集 他跟哪些马试呢 标志未来 禁枪六十 福日 真是这些都是一级之中的一级马 他那次试集的走势都非常之好 这次一出 虽然磅重一点 是133个 有个二档配莫雷拉 应该他都会在停赛之前 都尽量争取好表现 始终因为他来到二月份 都有一段时间见不到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他这只应该是有些实力的马 另一只大家要留意的是一只青雲南雀 其实这只马是不应该好像今季跑得这么差 但是奈何咒 他第一次的表现不是太好 所以输于四个多马位 但是经过一场热身之后 我觉得今次他就有个好档 九恩哥应该都可以抗拒到这只马 应该可以帮到手 而且他其实上季都是在二班都可以上到名的 证明他这只马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只要是骑回好些 应该都会在三甲之内 最后一只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七号的心之恒 今季这只马也有不错的表现 都已经赢过了 也有胚子 上次的表现就一样 这次是何宅妖骑 125磅 有个八档 那磅数其实都有利 今季这只马表现都不太差 最后一只我会拖到这只心之恒 但如果稳定的 找回逆士奇巴做胆 应该是没走鸡 OK 这场赛事就介绍完了 我还有一场长途的赛事 推介给大家 希望大家记住我的影片 好搭档Matthew一样都有好东西 推介给各位 最近的金棋勇马不得了 都中过几口 大家记住留意 如果未加入会员 做会员 可以看彭的提示 OK 希望大家 星期日在这个吸气赛的赛事 一起赢多些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